哎呀 我們上一集成功的從遺跡回來 在家裡點了一顆矮心準備過冬 接下來我大概會花兩集的時間 從零開始種植巨大作物 壓力值和巨大化的設定 都是為了想要繁殖特定作物的玩家而設計的 因此我們必須要大量的種植隨機種子 從中去種出我們想要的作物 因為農田的空間有限 所以今年我會把所有的雜草挖掉 讓隨機種子有更多的位置可以種 考慮到冬天的鳥並不會掉種子 所以我並不打算多開一片田 喜歡冬天的作物其實不多 所以像廚師常用的辛香料 洋蔥、蒜頭、辣椒 還有大家都喜歡的火龍果 這些本來出的概率就很低的作物 在冬天會更難種出來 但是像馬鈴薯或番茄這一種 本來就蠻容易種出來的作物 在冬天就可以多少收集一下 還有喜歡秋冬的南瓜 是一個可以恢復最多保實度的作物 在種植隨機種子的階段 也是一個非常適合用圓釘帽去檢查作物的階段 因為隨機種子會長出各式各樣的作物 所以可以一次性大規模的解鎖非常多的植物土建 不過看起來我家好像沒有骨片 所以我打算去沙漠採一點 沙漠上的這些獵犬絲骸 可以用錘子敲掉 會掉落骨片 順帶一提 龍鷹的岩漿池非常適合取暖 岩漿池可以給暖石和角色達到最高500度的取暖效果 也就是說 只要把暖石放在岩漿池旁邊夠久 它可以一路升溫至暖石本身的最高溫度 可以維持好一段時間都不會冷掉 有了骨片之後 我們要在食物分類裡面 合成這個便便桶 然後再把它合成圓釘帽 有了圓釘帽之後就可以開始收集作物圖鑑了 帶著圓釘帽檢查沒有檢查過的作物 它就會收入在圖鑑裡 因為雜草也有在圖鑑裡面 所以解鎖圖鑑也能夠幫助我們分辨雜草 幾乎沒有怎麼照顧 只是丟盡天力給它長出來的作物 基本上不會給我們種子 我們必須要拿作物本身去餵鳥籠 它才會給我們一個作物種子 不過我上次下遺跡太久 我的鳥籠裡的鳥已經死了 所以我必須要抓一隻新的 在有冰杖之後 我們可以直接拿冰杖點隨便一隻降落的鳥 然後再把鳥陷阱丟在它腳底下 這樣就不需要等鳥自己降落在陷阱裡 接下來先把已經種出來的作物全部換成種子 這個矮星的位置真的不太好 換出來的種子都會燒起來 等這一顆熄掉之後換點別的位置 再拿到特定作物種子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想辦法繁殖它們 也就是要想辦法降低它們成長時的壓力 因為要組成家庭 最少要四個同樣的作物 所以在作物種子不足的時候 是一定沒有辦法讓它們巨大化的 這邊我們先選幾個好照顧的條件 讓它們最少可以生產一兩個種子 肥料的部分 因為我曾經在這片田上種過大量的避忘我 避忘我會大量的吃掉土裡的養分 所以這片田要提供它們足夠的養分是不太可能的 這邊主要會以讓作物開心 符合季節給予水分 還有把附近的雜物清掉 跟維持地皮裡面最多只有九個作物 稍微照顧一下這幾個條件 要讓作物開心 我們必須要跟它講話 一個一個講 但是這樣會很麻煩 尤其是當我們要大規模種植作物的時候 雖然友善小果蠅可以替我們完成這項工作 但是在沒有友善果蠅之前 還是得要自己來 這邊我們可以選用一個更高效的方式 有部分可以發出聲音的道具 可以達到範圍和植物說話的效果 其中一個就是藝人樂隊 它在魔法分類 只要裝備起來發出一小下的聲音 就可以看到附近的植物都發光 這就表示這個階段講完話了 水分則是用澆水壺 只要維持土地不是乾的就可以了 有沒有水分可以從地皮上的水質去判斷 壓力來源是每個階段都會計算一次的 所以每個階段都要記得跟他們講一次話 進入春天之後就可以大量的繁殖 經種出來的作物了 春天是大部分植物的適應季節 在14種作物裡面 只有其中兩種不喜歡春天 這一邊我先種火龍果 另外一邊隨便繁殖一點可以肥料互補的作物 我們可以這個階段就開始養地 為了不要讓作物都把同一種肥料吃掉 所以把吃不同肥料的作物種在一起 不過真的要種巨大化的時候 還是要再補一次肥料 因為我還有一種想要的作物 洋蔥還沒有種出來 所以左邊這片田我還打算繼續種隨機種子 不過左邊如果長出了雜草 是會影響到右邊那一片田的壓力的 所以一旦看到雜草就要馬上把它挖掉 種在右邊的那顆火龍果只給了我一顆種子 加上火龍果本身也才兩顆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 左邊的隨機種子也長出了一顆火龍果 而且也給了我一顆種子 這樣我就湊齊四顆火龍果種子了 下一集我們就來讓火龍果巨大化吧 不過在那之前 我會先跟大家詳細的講解一下壓力機制 別忘了按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新版農田機制最辛苦的就是剛開始的這一段 抽隨機種子的階段 因為某些作物出的概率真的是第一道會讓人想哭 每次要等他們長大又需要花掉不少的時間 但是只要熬過了這段時期 得到足夠數量的作物種子之後 一切就會變得比較簡單 那麼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感謝各位 好的捏